中国媳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别说了别说 别说你不再爱我 你的痛就是我的痛 你的微笑就是我两地混了 别说了别说 别说你要离开我 我知道因为我知道 你比谁都爱着我 别说了别说 别说你不再爱我 你的痛就是我的痛 你的微笑就是我两地混了 别说了别说 别说你要离开我 我知道因为我知道 连你比谁都爱着我 你比谁都爱着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原本裏的名 impress 你对说 别说 andere Quantum Sekuen 慢慢来 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明天我们就按照计划进行 先出去求玉兰 我会帮你在最短的时间内 取代沐天红 做上牧师企业董事长的宝座 沐天红他是何等人王 他何等精明 何等势力 我怎么可能在短时间内 取代他做上牧师企业董事长的宝座 就算你将他直接害死了 这董事长的位置又轮不到我来坐 还有他的妻子 他的女儿 他的亲侄子继承了 总不能将他们一一都害死吧 那当然不成 否则让人不怀孕你也难 那我又如何能在短时间之内 坐上牧师企业董事长的位置呢 你放心 我似有办法 表少爷一夜没回来 他与我 从今往后 各个各的吧 早安 你真是想要 还好 你还好 我来 你还好 我来 我来 你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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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我走了 多谢你 多年对我的照顾 容我日后 再报答你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你啊 你放开我 你让我走啊 你不是拧我走吗 胡叔 我什么时候赶你走了 是你昨天晚上自己说的 你说捏我走 永远的捏我走 不是吗 我 你别胡闹 我没那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 你明明知道叔叔那么说 并没有赶你走的意思 如果你依旧只能当我叔叔的话 那我更非走不可了 否则日后 否则日后 咱们相对只有尴尬 那该是多么令人难堪的相处 不是吗 不行你不能走 你把皮箱给我 把皮箱给我 我为什么不能走 因为我义务要照顾你 你什么身份照顾我 我受你父母所托 我受你父母所托 谢谢你 而今不用了 我已经长大了 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了 多谢你这么多年来对我的照顾 你的大恩大德 我将来有机会再报答你 小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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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拦住他 小迪 怎么了 怎么哭了 这 发生什么事了 没事 闹小孩脾气 你结婚了吗 啊 我 没有啊 那 有没有女朋友 我说的是 可以结婚的那种 没有 行 那我做你的女朋友 你乐意吗 你 你是说 可以结婚的那种 没错 那还有不乐意的 那可是我烧八辈子好香 还求之不得着呢 那就这么定了 你一个人住 还有一个老女佣 行 那你进屋去 帮我把箱子拿出来 这 我搬到你那儿去住 这 去啊 都是去啊 去吧 客厅地上有这皮箱呢 是小叠的 好好照顾它 你先在这里等着 叔叔进屋里 拿点钱给你带在身上 你早就罵不得我走了 是不是 那倒不是的 是因为叔叔对尔祥极为满意 你和他若能成就良缘的话 当叔叔的我 是非常非常乐见 可 我淹不走 贾爹 你的皮箱 我哪儿淹不去了 进屋吃早餐 这 坐 青州小菜 没什么好招待的 请别见怪 来 我爱吃青州小菜 那就好 夏迭你 吃 什么都别喂 你 Formula 表少爷 要出去啊 等等 你们去哪儿 裴小姐去美发院 回来的时候 到美发院附近的莲夫妻糕点铺 带两斤八宝油膏回来 好 明天是沐沛云固定去美发院美发的日子 你呢 要越来到美发院附近的莲夫妻糕点铺 帮你带回两斤八宝油膏 给我两盒 拿好 好 谢谢 要两盒 对对对 拿好 我要两盒 没问题 这是您的 请拿好 我就三盒 没问题 您的好 拿着 这 跟我来 去哪儿啊 去砍树 砍树 尔祥 你拿着斧刀去哪儿啊 小姐让我帮她去砍树 砍树 这丫头要砍什么树啊 这棵树 就是你和沐老师爱的背景 虽然沐老师已经嫁人 可是你们之间的情 依旧还活着 活在这棵木棉花树上 或者 春去春又回 或者花谢花又开 你们之间的爱与情 便又能再生新枝 再发新芽 是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对不起 对不起 没事 没事 对不起 我走了 给我 挺漂亮的一棵木棉花树啊 你为什么要砍着它 你不懂 这棵树 原本是一对恋人的爱情碑剂 多年前 女方就已嫁了他人了 男的至今却还念念不忘旧情 这棵树是他们俩爱的象征 这棵树不倒 就象征着他们之间的情爱不灭 所以 我非砍了他不可 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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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那对恋人到底是谁啊 我砍了他 再告诉你 算了 creator 叶大哥 叶大哥 走 你太过分了 你太过分了 邹小蝶 你太过分了 小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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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为什么要伤害他 你为什么要伤害他 因为只要他是活的 你的心就是死的 只要他和沐云山庄还存在 你的魂魄就永远都回不来 你说什么 你知道我说什么 自从沐沛云嫁人之后 你的心就跟着死了 而这棵 你和沐沛云合中的木棉花树 你和沐沛云出自现后的沐云山庄 就都成了你的妄想胎 恐怕梦里 你也总在此地徘徊吧 你何时才能魂魄归来啊 你何时才可重新投胎啊 你也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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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胡说 你胡说 我让胡说 你又何苦为了我要砍一棵木棉花树 而闹弄成这般 看来我宗小天 在你心中的分量 还不如一棵木棉花树呢 而我对你竟然还 看来我确实可笑 确实可笑啊 小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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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香 麻烦你好好照顾她 啊 谢谢你的关心 我会向你证明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我会自己照顾自己 也会自己养活自己 不用你再为我操心了 你就留在此地 问你的旧梦 许你的旧爱吧 我要走了 我要去过我自己的生活 寻我自己的天地去 咱们再见了 不再见了 小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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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不该 啊啊不该 不该的情点 不该的爱 啊啊真爱 啊啊真爱 重新的爱却埋在心怀 却已经等了来 远的夜里啊空徘徊 等待 等待 再等待 啊啊啊夕尔劫丝 总是爱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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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快 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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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爹怎么了 满脸泪花的 没事 小孩儿闹脾气呢 我依您吩咐 找了五个人 连同我六个 当您的种子学徒 拜您为师 并且向您学习 培植心茶的寄出来了 快拜见叶老师 拜见叶老师了 叶老师 多多指教 不敢当吗 不敢当 各位千万别中国老师 叫我 叫我要华就行了 更何况论起种茶来呢 几位都是我的前辈 我们就相互学习 相互学习 叶老师客气了 叶老师客气了 小姐 小姐 原来 我堂姐和叶大哥 曾经是对恋人的 思念旧情在所难免 为什么要这么责怪叶大哥呢 我是希望他能过得快乐 别为了以嫁为人气的穆佩云 成日失魂落魄的 正可见 叶大哥才是一个 真真正正的 痴情汉子 小姐 那你真的要住在我那儿啊 才不能 我那是故意输给叶药华听的 是故意要弃叶药华的 那 那现在怎么办啊 你帮我在外头租个房子 我自个儿工作赚钱付房租 那不如你和佳蓁一起住啊 佳蓁 对啊 今天你得了全校小提琴比赛的冠军 应该高兴才是啊 要是我早就在地上打滚了 佳蓁他 佳蓁的父母过世以后 又一个人住在一个老宅子里 他现在在一个私人开设的 妇产科医院里当护士 日夜半没个定时 每次回到家里那份冷清 让让他觉得想哭呢 有你过去和他作伴啊 他肯定极高兴 这些年 你不知道他有多想你呢 真的啊 对啊 能和佳蓁一起住 有个伴 当然是最好了 可是 就算佳蓁肯收留我 我也得自己工作 赚钱养活自己啊 你 你能不能帮我找份工作 找什么工作嘛 索性到我这来当秘书吧 我保证给你高兴 这不好吧 秘书工作 我不是很懂 有我呢 我教你啊 更何况 你只当我私人秘书 只要懂我的想法就行了 那 你要给我实际的工作 一般的薪水 否则 行行行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就以你说的办 给你一份实际的工作 一份普通的薪水 就这么说定了 嗯 不过 不过从礼貌上讲 我还得跟我们总经理 就是我唐姐夫说一事 嗯 佩云的 丈夫 对啊 不过你不用担心 嗯 佩云 回来了 今天是假日 我特地请采薇 带她如意馆的吴师傅啊 过来家里头 做几道你爱吃的菜 另外 我还特地把爸妈也请过来了 让大家陪你一块吃顿饭 这样好吧 嗯 啊 啊 你看啊 我帮你买了一对 你喜欢的宝石耳魂 这是你喜欢的款式 啊 佩云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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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这 怎么这个脾气啊 佩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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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将咱们当路边的电线杆 连瞅都不瞅一 佩云妈有话跟你说呢 玉兰 哎 替我和采薇准备两份餐食 到客房来 然后 谁也别来瞅我 哦 你可不能这么马虎我如意馆的美食 所以 不许你躲在房间里吃 这想用美食 首先 就得讲究环境 你要是躲在房间里吃 那我给你一碗咸粥不就得了 他省得请我馆子的大厨来做呢 今天 可是有清炖甲鱼 松鼠鲑鱼 还有太湖唇菜 这可都是你喜欢吃的 我可是放着馆子的生意不顾 应力群之请 为你献衣来的哦 所以啊 不许你躲在房间里吃 惨味啊 玉兰 叫他们忙起来吧 说小姐回来了 好 我也到厨房一块儿帮忙 表少爷 这是您吩咐的莲福祭八宝油膏 哦 莲福祭的八宝油膏 快快快 给我拿过来 我正好饿了 先吃一碗 好好好 佩云他爸呀 就爱吃莲福祭的八宝油膏 看了就嘴馋 可是不能多吃哦 否则一会儿 什么山珍海味也吃不下了 小亮 小亮 大伯 大妈 汤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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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小蝶 小蝶 各位 咱们这儿 海拔适中山岭盘结 云雾缭绕 气流纵横 气候温和 茶树中您在云雾硬壁下成长 鸭肥叶厚 色泽绿润 茶香呢 爽而持久 味道醇厚而寒干 茶香爽而持久 味道醇厚而寒干 仔细品尝呢 其色如鸵茶 却比鸵茶清澈 宛如碧玉 味道呢 类似龙井 却又比龙井来得醇厚 实属难得 难得 难得 咱们茶山的茶呀 可谓色秀 味醇 香腥 液青 但整个茶山 又数咱们家茶园里的茶最优 尚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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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说的话你都听见了 听到了 尚品 尚品呢 傻小子 知道尚品是啥意思吗 不知道 不懂也没关系 你年纪很小 总之啊 咱们家茶园里的茶 是整个茶山中最好的 你知道最好是什么意思吗 知道 但是爸爸不知道 不知道 为啥咱们家茶园的茶 质量就是好过其他人家种出来的茶 所以有个姓牧的大老板 把整个茶山的土地都买下来了 可就是买不动咱们家的茶园 因为这片茶园是祖先传下来的 爸爸想把它留着 好好地研究研究 总要把这片茶园的好 研究出个 什么道理来吧 留着这片茶园好好做研究 总要把它研究个出道理来 这话 我爸生前不知道跟我说多少遍 但是终其一生 他也没研究出什么道理来 于是我 于是你继承复制 留下这片茶园继续研究 终于获得了很大的成就 谈不上什么大成就 其实 严格地来讲 影响茶园产茶品质优劣的因素 不外乎就是茶的品种 茶树生长的环境 还有土壤 雨量 温度 这些差异 剩下的就是所谓的施肥 还有病虫害防治 其实这些呢 你们都了解 甚至比我还清楚呢 我只不过是多读了几年书 用科学的方法加研究 分析 试验 经过不断的改良 经过这些年 才总算有一点小成绩了 这成绩可不小了 现在外界管您的头奖茶 叫什么 叫绿珍珠 茶价可不亚于珠宝啊 对 对 既然 邹小姐是尔祥的朋友 李雪啊 你也不反对 让邹小姐进入我们公司吧 那是当然 谢谢大伯 谢谢姐夫 谢谢你们 我一定会努力学习 尽我的权利 做好我的工作 功不忘人 地不亏人 只要你好好做 我们也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是啊 更何况还有尔祥帮着呢 这前途一定大好 除非 除非是二乡心疼邹小姐 只为草料不给套幕 舍不得让邹小姐干实活呢 二乡 你可千万别让人把小蝶看低了 我 我会派给小蝶适当的工作的 说到适当的工作 眼下就有一份 但 就怕邹小姐不愿意啊 只要是我能做的 我绝不推辞 那就太好了 邹小姐 往后呢 就让你负责公司与茶山的所有事务 妈 您认为如何 太好了 这再好不过了 好吗 嗯 谢谢总经理 这么安排 最恰当不过了 嗯 那好 那第一件事情 找叶瑶华那小子 把合作契约给签订了 空口无凭啊 光是突然改良 就得花咱们一大笔钱 万一 新叶的小子中途反悔 终止了技术指导 那咱们到时候 就欲哭无泪了 叶瑶华 不是那种人 对 沐老师说得没错 叶瑶华是个言而有信的人 他答应的事情 是从不反悔的 可我们是 一个有严谨制度的大企业 一切计划的进行 不能让一个外人拍胸扑算 还是得照董事长说的 尽快和姓叶的签订合作契约 这件事就交给邹小姐去处理吧 刚好考好邹小姐的能力 行吗 好极了 那往后啊 就免得我和姓叶的打交道了 真没见过这么无礼待人的 人家可是将辛苦研究多年的心血 分毫不取 完全无常地提供给咱们使用 可瞧你们是怎么称呼人家的 姓叶的 姓叶那小子 我真替他不知 是啊 就不能好好称呼人家一声叶先生 不知了 茶园行间铺草可以增加土层的蓄水量 可以抑制杂草的生长 还能提高土壤的肥力 而且还具有 抗旱保低 增温防冻的作用 你看那边 那些地势高的 更要注意土壤层蓄水 否则影响产量 还有这行间铺呢 也不能太密 好 还有 与茶山村电农的租约合同 得重新订立 你是说 过去咱们与茶山村电农的租约 十四六 这整个收成呢 咱们占六 电农占四 但如果将茶山的土壤 茶种和肥料 还有栽培法 全以着叶耀华种出的冠军茶的方法 加以改良 那咱们的资金投入极大 风险不小 但茶山村的电农和村民们 却安然可以获利百倍 这不公平 显然 也不符合公司的投资原则 所以啊 得把合约重新打过 改成八二 整个收成啊 咱们公司占八 电农占二 这太狠了吧 不妥 妈 虽说是改成八二 但电农的实际收入 人是要告诉往日许多 嗯 没错 可电农们多年的辛苦 咱们也该对他们有点回馈啊 说得是啊 说得对 那就 改成七三吧 就这么定了 就这么办 咱们折中一下 任何人都不要再有意见了 是 那这件事 就一并交由你去处理了 过去查树繁殖多半是使用鸭条法 但是繁殖速度太慢 往后咱们最好是使用 比较先进的育苗法 怎么做 你得知道啊 对啊 对对对 对 方法不难 一说 你们就懂了 那这是太狠了 太狠了 是这个道理 小爹 各位 喂 餐餐已经准备好了 请各位就坐吧 好久没一口锅里嚼勺子 全家一起用餐了 难得呀 是啊 那今天就当是吃小年夜饭喽 那我这个外人可就要先告辞了 我也是 哪来的外人啊 都是自己人 说得是啊 彩薇呢 我早就把你当女儿看待了 小爹嘛 恐怕将来要成为我们的侄媳妇了 你说是不是二祥 我 但愿是 别开玩笑了 我可是认真的 加把劲啊 想追我们小爹呀 叫他拿一切来换 喂 我怎么觉得我像个外人呢 走吧 走吧 天红 爸 大伯 爸 你怎么了 大伯 怎么了 天红 怎么了 大伯 伯父 大伯 你怎么了 你哪儿不舒服啊 天红 爸 大伯 伯父 快走董事长去医院 玉兰 玉兰 大伯 爸 爸 玉兰 赶快备车去医院 爸 伯父 你怎么了 您撑着点 是不是茶水里有毒啊 对 这桌上的食物 一并带王医院去检医院 爸 茶园的土壤呢 以砂质壤土最佳 但是目前 咱们茶山的茶园 都为了是黏土和黏壤土 嗯 可以参入大量沙粒和粪粒 来改良 不过成本过高 因此一般可以改用生根 以及加入团粒改良剂 和有机肥料 来改良茶园土壤 对 说得是 对 你有大理 不过我已经要求牧师企业 要投入资金配合运作 因此我们应该可以进行 最理想的改良工程 好 太好了 一切都仰仗您了 不不不 千万别这么客气 我想我们大家伙 一块努力 好好好 来 到我们家喝杯茶吧 走 玉兰 玉兰 太太 这八宝油膏 可是你到莲福记糕饼店买的 是啊 有没有过别人手 没有 啊 回来后我将他交给表少爷了 那时我们全都在场 也都看见 老爷从力群手上 原封不动地接过了八宝油膏 也看见老爷拆封取食 然后中毒倒地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 医院已经检验出 八宝油膏里被人下了毒 我没有 我没有在糕点里下毒啊 不是你 难道是我吗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没有下毒 我没有下毒害老爷 我真的没有 妈 玉兰 是没有理由要毒害爸爸的 她不是要毒害爸爸 她原是想要毒害我 我 你胡说什么 我没有胡说 糕点是我要玉兰买的 原本要吃糕点的人也是我 因此 她在糕点里头下毒 她原是想毒害我 我没有 我没有 我为什么要毒害表少爷 我为什么要毒害表少爷呀 你为啥要毒害我 因为你想向你的主子表中 你说什么 妈 你还不懂吗 从来玉兰的心中 就只有佩芸你 那我只当倒插门入坠地看淡 这几天 她见我们夫妻吵得厉害 心里对我可恨着呢 是这样吗 不不不 不是这样的 我没有这个存心 我绝对没有这个存心的 你有 我 你非但对我心存恨你 而且更存心想帮着佩芸和叶耀华 死灰复燃 妈 你瞧 这是佩芸和叶耀华的合照 被我撕碎了 玉兰却又将她粘合了 偷偷交还给佩芸 您说她是何举心哪 这照片真是你粘合后交给小姐的 你真是魂哪 她就是这么一心 想促成佩芸和叶耀华的复合 再加上 先前我圣怒下打了她一巴掌 因此她更想置我于死地 所以就在糕点里头下毒 她原想要毒杀的人是我 不是爸爸 她是要毒杀我呀吗 我 我没有 我没有 我没有在糕点里下毒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那你说 糕点里的毒 是哪来的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哪能让你一句不知道 就全脚赖了 妈 我现在去打电话报警 让寻补房的黄队长将她带回去 问个水落石出 妈 进了寻补房 白的也能问成黑的 去打成招 未必就是水落石出啊 黑云说得是啊 ,妈 请你给我一个公道 以后这个家 我还能待吗 我还能待吗 有她玉兰在 我往后 能过得不提心吊胆吗 我怎知她何时 会在饭里 会在水里下毒 我怎知她何时 又把我给害了 妈 这样的日子 我会不难过吗 你以后这个家 我还敢待吗 我还能待在这个家里头吗 太太 让她走吧 念着她 从小在咱们家工作 一直也尽责尽事 加上你爸爸中毒不深 没啥大碍 咱们就网开一面 不将她送关了 给她一笔钱 让她回乡下去 太太 妈 太太 就这么决定了 否则 我将玉兰马上送关 我将玉兰马上送关 摇到无缘 何必愿相逢 晚日情 永远流在我的心怀 说无缘也好 素无分也棒 这段情一切解密路 过了今夜的以后 就是分手已适合 回合天 坐落爱情的旅途 过了今夜的以后 就要归零到当初 再会永远的情人 早知道无缘 何必愿相逢 晚日情永远留在我的心怀 说无缘也好 说无恨也好 这段情一天皆迷路 过了今夜的以后 就是分手已适合 回合天 坐落爱情的旅途 过了今夜的以后 就要归零到当初 再会永远的情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